下课时间没去合作社 手指按一按 又有卡刷一刷就有果汁喝 台北市教育局规划智慧贩卖机进校园 跟外头贩卖机不同 饮料只有牛奶 果汁 其他是文具和日常用品 而外头的贩卖机 饮料 零食 通通有 都是买果汁 因为有时候觉得 合作社的果汁比较大观一点 比较没有办法一下就喝完 大概最多两三次吧 经过然后会买一下 然后就是可以更真实 感觉到自己花钱的地方 看看接近放学时间的贩卖机 加上文具用品都还有剩 但果汁 利乐包仅剩个位数 甚至早就被买光 学生爱买饮料 引发不少家长和学者忧心 电子支付方便 却让学童无意间 摄取过多含糖饮料 危害健康 校方寄出对策反制 让家长决定品项 限制贩售时段和品项 层层把关 但也有学者质疑 智慧贩卖机进入校园 无疑是让学童消费 大数据白白送给厂商 我们的消费是无记名的消费 绝对不会有各自外泄的疑虑 首播示范有九间学校 包含国高中小学各三间 教育局未来将办 两次大型家长说明会 智慧贩卖机要全面进入校园 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三零新闻刘家卫 吕少博 林芳西 台北报道